宋独宗在25岁的时候就当上了皇帝 这样一个年轻人突然可以坐拥天下 掌握全天下的圣杀大权 后宫加历三千也没有什么 可是这位宋独宗却做得十分离奇 宋独宗这个时候 金义已经灭亡了 蒙古的军队正准备大局难下 可是宋独宗非但不担心军国大事 反而沉迷在十六群下 再续辞职通鉴写道 为了把皇子皇女的来历说清楚 就是了解谁到底是皇子的亲生母亲 有这样一个规矩 就是皇帝晚上翻一个妃子的牌子 到早上妃子要去做登记 来感谢皇帝的宠幸 由宫中的太监做记录 令人大抵眼镜的是 有一天早上来登记的妃子竟然达到三十多名